关于掉头这件事啊 其实很多新手都是特别迷茫的啊 不敢走遇到掉头不知道怎么掉头 少不了扣分和发款 那么今天报调就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掉头 像这种有掉头标志的 并且我们前方啊 左侧前方这条线是有虚线缺口的 我们可以直接掉头 不用看前方的红利灯 但是掉头我们注意啊 要避让直行的车辆 那么接下来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走到路口以后 发现左侧前方啊 这边既没有缺口 而且还有一个禁止掉头标志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我们如论如何你都不能去掉头 只要有这个禁止掉头标志 我们只有等左转绿灯以后 到前方啊 下个路口找机会再掉头回来 那么接下来第三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边是双黄线对不对 它没有虚线缺口 但是呢这里有左转车道 也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 你记住 我们想要掉头也是可以的 只要前方红绿灯变绿以后 我们的车辆啊 越过白马线 再打左转向灯 越过白马线以后 一样可以掉头 记住啊 是没有禁止掉头标志 但是呢 前方有左转路口的 我们在左转路口等绿灯里亮了以后 越过白马线去掉头 接下来第四种情况 如果你是走到啊 大家看一下 左侧三个全部都是直行车道的路口 你是无论如何 你不用管前方是红灯还是绿灯 大家看一下 你都不能进行掉头 注意啊 最左侧啊 只有直行没有左转的车道 无论啊 这边啊 前方是什么灯 你都不能掉头转弯 接下来第五个 前方路口有这个掉头专用标志的 我们需要根据指示标志进入对应的车道 等这个掉头标志 红灯变为绿灯以后 方口掉头 最后一个 当我们在路口遇到 有这种晚隔线的时候 我们不用等红灯灯 可以直接在晚隔线上掉头 但是注意 必须让直行车辆 切记晚隔线不能停车 以上六个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 掉头的几个方式了 新手朋友们要是全部掌握的话 就可以避免扣分和发款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